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我觉得你那个发球啊 你的这个姿势不太卸调 你关键是发球的时候的急修点 太靠近身体 正常的情况下我们发球啊 我们应该在这一点 左脚的右前下翻 这一点是最舒服的一个急修点 在这把球打着 你是在特别靠近脚的这一点打球吗 你发力不会很充分 而且你这个位置机球 你打不了斜线球 发不出斜线球来 有没有你实际打球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不容易发出斜线球来 反正我平时打球 发球的时候相对失误比较多 失误比较多 那就是这个问题 你来试一下 好的 好 你停一下啊 你这个拿球 如果是正手发球 没有一位选手是这样拿着羽毛球的 他一定是这样子吃球的 为什么呢 你这样子吃球的话 你放球 他特别稳定的下落 发正手球的时候 别这样拿球 发反手球的时候 大家都是这样拿球 然后侧身 身体要对着 先左肩对腕 你还要注意一点啊 你的脚 你刚才打球 两个脚都这样动起来了 严格的说来 你这样就犯规了 发球的过程当中啊 随着重心的移动 后跟可以立地 但是早前不能有任何的拖动 好一点 继续一点 再远一点 是舒服一点 是不是 对 等于你可以很自然的一个角度 把你的力 积在球赛 发在 用在球赛 发小球的时候 你一定要注意 就是机球的时候 手指全松的 斜拍面 收腕 切肌 摩擦 切肌球 然后把球往前 有一个稍微推送一下 这样一个很柔的动作 机球的手间 手指 手腕 稍微收晚一点 往下一收腕 会特别稳 你看它这个球就过去了 你这个角度 我刚才我说了 你发斜线球发不了 而且你发后场的力量 发力都会受到限制 如果你让开来了 像刚才这样 你看你发小球 你发高球 你全都可以很自入的 同一个动作 我可以出小球 高球 平高球 平射球 四种球 那么你的对手呢 他就不好判断 那你就灵活得多 好 那就先这样子 好 谢谢夏老师 然后 有一种